观众朋友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思想先驱报 我们这个思想先驱报啊 最近一直聊一些跟科技人文相关的话题 也有网友说啊 说你们也聊一聊跟时政有关的事情吧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官场的一些花边消息 这个花边消息是带引号的 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华盛顿邮报 有关于秦刚前外长下落的最新报道 我们还特别注意到的呀 是近期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一处外交乌龙剧 就是自从呢 FBI对于美国的纽约州的州长霍楚身边的一位华裔的幕僚 进行了调查以后呢 那么由州长本人表示 在纽约总领馆的这一位总领事黄平 他已经向国务院表达不受欢迎 于是啊媒体又开始了一场啊各种各样七嘴八舌的报道 有人说他是被驱逐了之后呢 美国的这个国务院要进行了回应等等等等 而黄平大使呢在整件事件中啊 本人呢一直是没有正面的回应 但是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暗示自己并没有被驱逐 而是继续在美国啊完成任期内的任务 可能呢会在本月稍晚时候回国 结束自己已经超额服役的外交生涯 整件事情啊既反映了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微妙 选举期间美国政客对于中国的敌意 以及啊中国这个非常不透明的官僚系统 在回应外界质疑的时候显得捉襟见肘 多少呢有一点局促 也有一点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上不了台面的意思啊 这个黄平大使啊在自己的这个X账号啊 原来叫推特上面啊不断的暗示自己的行踪下落 其实啊在事件当天的时候 我们已经通过消息来源获得黄平大使呢 其实并没有离开美国也没有被驱逐 而是到外州参加了有关于飞虎队纪念中美关系的 某一个活动当时是在宾州 那么当天稍晚的时候呢 黄平大使也是主动啊更新了自己的推特 暗示自己呢是在宾州啊 并没有被美国驱逐出境 而之后啊在由这个华美协计计算啊 China Institute这样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慈善晚宴上 那么黄平大使呢也是邪夫人露面 同时也透露啊说啊我是出了大名了 引起现场啊哄堂大笑 他也表示说自己呢61岁已经是超龄服役了 这一次啊那么结束在美国的初始回到中国 是原来就计划安排好的 还表示自己回国之后啊 可能会加入智库或者是大学啊 那这呢也是美国外交官比较标准的 离开外交界的啊这样的一个做法 在今天早些时候我特别关注到的是 黄平大使啊又做了进一步的暗示 不仅呢没有离开美国 而且现在人就在纽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啊他贴出了自己参与纽约大学 政治以及国际关系学者雄介教授90岁生日庆典的相关图片 那如果您在纽约啊熟悉纽约大学一看哦 有一张照片的背景就是纽约大学 为什么因为背景里面有一个非常啊显眼的一个紫色的啊 这样的一个这个纽约大学的一个校标 那如果您熟悉纽约大学的话知道啊 这是这个校标的这个特别的一个颜色 但是今天呢我们既要讲的啊 不是这个黄平大使本人 也不是啊有关于这一次啊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政客之间的媒体的乌龙 到底是怎样闹成的 那么如果您对这些话题感兴趣啊 之前我的同事小杨在华尔街论坛 以及其他一系列节目中已经为大家进行了介绍 首先呢我们来讲几个小小的八卦 或者是呢乌龙 这一次就是纽约的一位这个纽约州的一位秦官员啊 他也是一位华裔 身为女士呢 捐到所谓的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或者是中国间调案这个里面来 从这个联邦政府的起诉书啊 到美国的媒体的报道 到这个社区的各种议论呢 出现很多的乌龙 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乌龙 就是来自于纽约州的州长 他急于撇清啊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呢说出这个黄平大使啊 已经不是在纽约的这个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这个使团的这个位置上 后来事实证明了 完全是个乌龙 CNN美国有限电视台的报道也非常的不专业 后来证明了完全是错误的 而这个中国的纽约总领事馆呢 采取了一种幽默的 韩式的方式来回应这些呢 这个 这些谣言 一个是黄平大使 就直接说啊我现在成为了一个名人 这样一种自嘲啊 就把这个政治的一种谨诚的气氛呢 给降低了 事实上邓居李博士讲的 实际上黄平大使还是在任 他呢已经在纽约的总领事馆工作了这个六年时间 而且他的年龄呢 按照中共的这个党内的这个官员的 这个规则的话呢 他也要走向退休 不过他还是作为一个研究人员 作为一个有这个教育能力的人 未来成是智库研究或者大学 教学啊是完全可能的 黄平大使我们也见过啊 这个很遗憾 其实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啊 跟他交流的话呢 他这样一个资深的这个官员啊 应该有他的一些思考 我也小小八卦一下啊 听说他当时候对这个秦刚啊 冒生成为这个外交部长啊 也是属于比较不满的一个人 因为他对这个秦刚在当这个俱美大使期间的一些租讽啊 其实也是不满的啊 不过这是一个小小的八卦 还有一个八卦就是讲到这个华盛顿邮报啊 说秦刚已经降到世界知识出版社去当一个低级的职位啊 因为呢 华盛顿邮报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报纸 而且他引述的消息来源呢 也是美国国务院比较资深的官员 而且是跟中国打交道的官员 一般认为就是具有可信度 但是呢 香港的报纸明报和中国大陆的彭伴新闻的一位记者所写的 这样的一种社交媒体上的文章 文字显示出来的 这个可能也是个乌龙 就是外交部的世界知识出版社 确实有一位人叫秦刚 但是呢 不是傅小田那个秦刚 不是中国外交部长的秦刚 所以在资讯性在非常丰富的时代啊 稍微不小心 我们就被乌龙啊 这个牵引的团团转 弄了半天 原来是一个乌龙 结一个乌龙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事情中间 黄平大使处理的还是比较的得体的 尤其是他把他的自己比较准确的资讯 提供给这个大家 大概很快就发现那是一个谣言 但是中国政府啊 或者是中国外交部在秦刚 秦外长事情方面表现就非常的糟糕 秦刚为什么落马 为什么现在下落污名 中国政府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一个简单的解释 这层是一个现代的这个政府啊 很难想象的这样一种做法 这样一种黑箱作业 其实最终伤害的 恰恰是中国政府自己本身的形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